让一个男性锻炼的原因有很多,它除了能够帮助提高能量,改善心血管健康之外,还可以让男人变得更强壮。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,运动可以提高男性的性能力,有助于他们在床上表现得更好,我们把这些运动称之为性运动,这些性运动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,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男人性能力,提高性生活质量,就像凯格尔运动一样,可以帮助你改善早泻,对抗勃起功能障碍。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几种,对男人有好处的性运动,通过这些练习,可以让男性肌肉充满张力,增强身体的灵活性,同时引导血流流向生殖器,提高快感。 研究表明这些锻炼方式,不仅可以使身体外观产生明显的变化,而且对于那些55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来说,他们的身体健康程度更多的是与他们的性活动相关,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?赶快行动起来吧。 一、有氧运动。有氧运动可以改善生殖器周围的血液流动,有助于产生更强和更长时间的勃起。 有氧运动降低了30%的勃起功能障碍,而且有氧运动有助于帮助减肥,不妨试着和自己的另一半散散步或者慢跑。 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彼此的亲密度,还可以缓解压力,释放内肺态,增加生殖器周围的血液流动,这会促使你的性生活次数的增加。 二、瑜伽瑜伽。对男人的健康有很多种好处,它可以提高身体力量,增强肌肉耐力,提高身体,灵活性,减少压力,增加血液流动,保持内肺泌系统的平衡。 瑜伽运动还可以帮助男性长时间保持某些性姿势,让你的性生活变得更加的和谐。 三、养卧起坐和俯卧撑。养卧起坐和俯卧撑都有助于加强你在性行为中用到的肌肉。 这些练习,以你的腹部、胸部、肩膀为主要训练区域。当这些区域被调动时,你的伴侣会被你所吸引,这样也会增加你们的性生活频率。 四、游泳游泳。是一种可以提高耐力的非常好的运动方式。 如果一个人每周游泳三次,每次30分钟的话,身体的肌肉会得到很好的锻炼,会加强腰部以及骨盆区域内的核心力量。 还可以减肥,让你看起来身材更好,更具有吸引力。游泳对于老年人来说,也是非常有好处的。 它并不会给关节和骨骼带来压力。 一项研究表明,60多岁的运动员的性生活,可以与40多岁的人相媲美。 五、开格尔运动。又称骨盆运动几乎很多人都知道,开格尔运动对于男性的好处,它可以在不增加任何心血管压力的情况下,提供更多的健康益处。 开格尔运动可以帮助你。 男性建立骨盆肌肉力量,通过不断的收缩放松,达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力量,有助于延缓早泻,改善勃起功能。 六、深蹲高瞳。 它对男性的性欲产生,和维持起到很关键的作用。 而高瞳速的产生与男性的肌肉体积相关,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和耐力是会对促,解高瞳速分泌很有帮助的。 而深蹲是属于一个多关节的复合动作。 刺激的主要肌肉如骨四头肌、臀打肌等都属于我们人体身上的大肌肉群,对全身肌肉的锻炼效果整体来说也是很不错的。 如果单从刺激肌肉的整体体积来说的话,效率还是很高的。 所以,如果想要增加肌肉体积,深蹲不容错过。 如果想要提高性能力,更是绝佳的。